配合國家清潔州花蓮市長魏家彥 一大早協同了志願服務協會等多個志工團體 在火車站前的公園來掃街整理周邊的環境 要提升生活環境品質迎接兔年到來 也希望可以讓回鄉的遊子 還有到花蓮觀光的遊客 走進了花蓮的門面就可以感受到清新的氣息 15號上午7點半 來自清風文化發展協會的國樂演奏 為今天的環境清潔活動首先暖場 魏家彥市長向參與今天清掃活動的150名志工 清潔隊員致敬 他感謝大家積極維護市容環境 協助推動環保政策 是環境整潔不可或缺的幕後推手 那我們知道年關將近 花蓮火車站又是門面 那真的特別感謝花蓮服務 支援服務協會後 每一個月都會來我們花蓮火車站這邊 做整潔的動作 那今天有我們的伯福力 還有我們的國聯力 以及花蓮市清潔隊 然後還有我們的清風文化發展協會 人和社區發展協會 還有我們很多的一些志工夥伴們 一起來做這項活動 那真的非常的感謝 也非常的感動 尤其是今天的風跟雨 都有一些小小的狀況 那在這邊真的感謝我們今天前來的所有的志工 那花蓮市的整潔 不只要靠我們清潔隊 也要靠我們所有的市民共同來維護我們的 所有市區的一個容貌 花蓮市國聯理理長 國府理理長 吉安鄉人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信封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 花蓮縣志願服務協會理事長 與總幹事 協同志工參與了這一場有意深心的活動 而在清潔的過程中 也發現街道角落隱藏著不少垃圾 有鋁箔包一開罐及酒瓶等 蔚市長也指出 隨手丟垃圾的行為不能縱容 因此也要求清潔隊不定期的稽查之外 也將環保概念從小砸根 透過市立幼兒園 讓小朋友將環保認知帶回與家長分享 大家都棒 棒 記者林杰花蓮市採訪報導